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多年前肖战收到的一封情书,被他惦记到现在,小姑娘真是人生赢家。 肖战的采访非常的多,记者问肖战说曾经有没有收到过情书。 肖战非常温柔地笑了笑说有。 然后表示自己是在平安夜那天收到的一个苹果,还有一封情书。 这封情书的原图刚好曾经被肖战的室友拍成照片记录了下来。 图中是一个用材质包装着的苹果,还有一张小纸条。 纸条上的内容是,给肖战,肖战平安夜快乐,圣诞节快乐,每一天都快乐。 这是我自己选的苹果,虽然不好看也太普通,但这是我深深的祝福。 我只希望你幸福快乐,苹果不好看但很好吃真的,一名的心意。 署名是匿名,字体写得非常工整。 从语句中的真诚和笔画的小心翼翼,可以推测这是一个肖战的暗恋者。 但是语句中流露出的单纯和善良,真的让人感觉格外心动。 今天也是为别人的美好流泪的一天。 肖战在当年已经是学校的校草,出了名的帅哥。 但是并不像有的人一样对别人的心意加以玩笑,而是将这份心意一直记在心里。 直到现在都出道这么久了,毕业也这么多年了,提起收到情书。 仍然记得曾经有一个不知道名字的小女孩给自己送上过这样的祝福。 当年的这个小姑娘也真是个人生赢家。 曾经的那份懵懵懂懂的暗恋被别人好好的记住,重视这份心意。 即使成为了大明星,也没有忘记本心,肖战可真是一个温柔的人呀。 当年那个女孩,如果能够看到这个采访,应该也会非常高兴,当年喜欢的人。 多年后发现这个人真的值得喜欢,是不是有一种压到宝的感觉呢? 肖战这个人生历程,真的是很多女孩幻想过的小说男主角了吧。